《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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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的 你要是在目前 你要是真的要学得行道成道的话 你要真的有想收获的话 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要放弃的 就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你说我只是玩玩的话 就不需要了 因为世界真的是有限 世界经历就没那么多时间 让你再去玩那些游戏人生的事情 没太多时间 连吃饭的时间都不太多了 是不是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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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弟子是只能次第托扑 去家 为什么要去家 不要太多的时间 浪费在托扑上 你去家托不到 就回稻草嘛 是不是 回稻草 其他事情托得多了 给你分一点嘛 是不是 这样呢 大家就不会说是 没讨到食物 没讨到食物 不断的讨 三四个小时 浪费在这个 去寻找食物 他把吃饭的时间 都缩小到那个 那个地方 然后他 他 他修正到那么圆满 他带着三千弟子 才挣到了阿罗汉国 他把时间精力缩小到那个 他的弟子们 只剩每天中午日中一差去脱驳浪费时间 剩下的全在坐地上 一晚上也不倒带在坐地上 身心不动啊 而且离情区域啊 挣到阿罗汉国 你们比他们厉害嘛 大量的时间消耗在无意义的这些世界上 然后呢 就是承不了道 你比阿罗汉们厉害嘛 是不是 如果你想近期短期承道的话 那不是老是怎么样的时候 不是 是我们的心散乱到什么程度 你真的是没做过什么 是不是 你想想时间 哪有时间去做那些事 然后你还想承道 就是努力啊 时间精力 都要用在这上面 你真的要消耗你的世界 然后呢 还要消耗你的福报 你的东西 全部归到这个修行上了 因为你不去争取名利了 不去 那很多福报就没有了嘛 好像在这个世界 魂福里边没有你了嘛 那福报想到哪了 成到啥了 清福啊 福报想到这块了 但是对你来说是值得的 你生生世世的事 不是说要舍离这个世界 不是说大家要舍离 是 从内心先从头脑里边要舍离 先从头脑里边不要被控制 不要纠结 不断的 不断的往处走 一开始是很烦恼的 很痛苦的 但是随着时间 一点一点说服自己 去用佛的空性正解 一点一点一点 解脱出来 先把先从肢介绍解脱 其他的一切随缘 你就能随缘了 否则你随不了 知道吧 你说随缘 你随啥缘 你随不了缘 一发生所有的事情 一无常我们就痛苦 我们希望他不别不动 好的不要好的不动 坏的统统离去 好的一动我们就痛苦 坏的来了我们也痛苦 所有的一切都是 我们取舍嘛 要好的要善的要美的 不要坏的 不要不好的不要够的 好的永远停住 不要便宜 坏的最好离我远点 这都是执着 很深的执着 那梦坏泡影 都梦坏泡影 好的也梦坏 坏的也梦坏 既然坏的也梦坏泡影 怕什么呢 既然坏的也是梦坏泡影 他总有一天会离开你 你怕什么 你恐惧什么 好的是梦坏泡影 你要执着那不是无名吗 一切都在便宜 没有不动的东西 不要去纠结每件事情 每天不管你听闻到什么 不要纠结我是做的 对还是错 该怎么样 该拿还是该放 对还是错 不要纠结这些 头脑里面马上清空 你能做的就是迅速的听空 以往所有的纠结 所有的东西 而不去再想 对错拿放 所有的一切 虚幻的还是梦坏泡影的 真实的还是假的 真的 这些东西都毫无疑 这都是散乱的东西 就是因为散乱的东西 你今天都活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这些不断的不断的散乱 你才活的那么艰难 活的那么辛苦 所以不要想 先不要想 摆来摆去 摆来摆去 停下来 先从停下开始 而不是从拿起或者放下开始 先从停止 停止对未来的渴望 停止过去的种种种种的经验 想法 遗憾 摆成痴迈 停下你对未来的想法 种种你停下来不要动 从这个开始 你就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才能看清楚 什么叫随缘 什么叫缘 因为一切肯定按他该走的路线走 不是你能左右的了 那个时候你就看去所有事情的实相 真相 停下来 所有的苦 其实很多的苦 都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啊 还有渴求 你不确定 然后渴求变成你想要的那样 知道吗 为什么你不确定又变成想要的那样 是因为 你的不确定 还有你渴求他变成想要的那样 是因为你过去有种种经验 你推断来理及 觉得他可能是什么呀 他可能是什么呀 他可能是什么呀 你不是随缘吗 他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呀 他该什么呀就是什么呀 所以苦难来自于你不确定 还有想变成什么呀 通过前边的那些种种经验 跟你的意识来推断他 苦难来自于所有推测出来的想法 你的头脑里边永远有你推断出来的结论 可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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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可能导致你好辛苦 知道吗 其实事实的真相并不辛苦 就是可能辛苦 事实的真相 他来临的时候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个时候你该成熟就成熟 但是可能是最辛苦 所以这就是我说 我们其实不是恐惧死亡 很多人不说是 你不是 其实死亡你根本不知道是个什么呀 你知道死亡吗 没有一个人知道 但是谁也不让说死 为什么 他恐惧的是风铃 因为他体验过风铃 他恐惧的是风铃 他恐惧的是失去 他恐惧的是不确实 死了去哪 有没有呢 他恐惧前边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不要说那个死 他其实没有 没死过的人 他知道死亡是什么 是什么感觉 死了到哪里去 他根本不知道 但是他就觉得死 是一件不好的事 因为死了分开了 你所爱的人 所想的人分开了 或者是他抓住这个世界 流略的东西失去了 没有了 他要离去了 他所有喜欢的东西 中宝 钻石 所有的马脑 所有的东西却不在了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不想离开 他要跟他喜欢的东西 在一起 实实地抓住 不放 他不想放手 所以这叫恐惧 不是恐惧死 死有什么怕的 最主要是怕不怕 你根本不知道 你没体验过 你怎么知道死 你怎么知道死不好呢 最主要是 问题是 你怕什么 所有的事情的结果 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任何一件事情 可怕的是你的推论 恐惧的 你不舒服的 让你苦难的 是你在脑子里不断 游移出来的 种种假设的推断 那是最辛苦 最疲惫的 最消耗人的 而且里面有很多 痰痴痴们也怀疑 再有那些东西 再加上主观的习气 和欲望 你就会很辛苦活的 其实结果没什么 每一个事情的发生 都按照它自然发生 它就那个结果 就那个结果 没什么 如果你一切随缘 结果 每一个结果 不管它是什么 来临 你都知道你庆祝 都知道你 哇 又结束了一切缘 又了缘了 你还不庆祝 就像你去做了一切 辉煌 在这个世界上 做了一些辉煌的事业 不管是用某种 哪种手段做的 终于有了结果 是不是 就像我们 考研 就像我们写论文 终于写完了 考研终于考上了 是吧 修道终于开悟了 每一个东西 它到最后结局来临的时候 都值得庆祝的事 只要你在过程中 所以真的是不执着 不去那样子 每一周结果都避不苦 避不什么 主要你想来想去 是你想想这样 不想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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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麻烦 所有的修行都是 先不动开始 先停下来 身心停下来 累了吗 不是 累了停下来 就是这样 轮回的累了吗 轮回的累了停下来 就是 有时候是停不住嘛 自己觉得停不住嘛 但这个世界呢 很多事情是可以停下来 停下来去 你静下来 你必须要思考 结果永远不由你左右 你静下来 你看到结果 好像是你左右的 其实不是 停下来不受苦 停不下来就受苦 就是这样 就是说着想着想 所有的像都是概念 苦着这个世界 很辛苦的 你真的是走不出来 一件事就把你一辈子毁掉 让你纠缠在一件事里边 一份情感 或者是 一个生意上的失败 或者是 一个亲人的生离死别离去 一生就毁掉了 一件事就足够了 回你一生 你没有力量做别的事情了 在有限的生命 你没有精神 没有力量 心气都起不来 一旦你执着了 就完蛋了 你还想成道呢 哪有那种力量啊 你心里都没有了 你求到的心都没有 求到的心没有 求出离的心没有 啥也起不来嘛 那个心死死的比摔在哪 就是那样 比孔在哪 有时候 情感上 很多的这些执着呢 要歇破自己 要歇出自己这儿破 你永远破不了外在 这儿你自己破了 外别的都破了 尤其是 其实是 蓝色女色很好破 它是玉嘛 玉海 其实到一定年龄 蓝色女色它就破了 它不是说 情最难破 有情众生嘛 情指是最难破 情 就是那种情的执着 真的是很难破的 有时候一旦捏住了 脚骨住了 在腾脑里边 就像半能脚给切上了 很深的就执着那些东西 很难打开的 因为那些东西 那不能说是拿起放下 它就在那 就是从不动开始 你不动了 真空会失险出来 真空会帮助你 佛会帮助你 没有东西能帮助你 你自己的真空性 一旦失险出来 这就是看样出来了 所有的乌游 所有的假象 通通一扫耳光 你一定要真空写写出来 才能帮到你的所有的一切 因为它要一旦造出来 乌游它一定会散去 而你所有的执着就像乌游 所以一定要空性出现 否则生生世世 我们那些夜暴熟了 没完没了 这个刚完那个又熟了 这个刚完 因为生生世世业力太多了 触悦就熟 触悦就熟 你就是永无止境 太阳一定要出来 那些东西OK 生命啊 轮回啊 因果啊 保业这些东西 哇 就没有了 一切 那些东西可以来 但是你已经是真空了 真空送什么包 你里边没东西 那什么东西在包 没东西 这个不难啊 安住在那儿就行 安住在不动 写出不动停下来 这又不难啊 不要分别执着 不动停下来 不停不动停下来 听不动停就行 其实比你放下拿铁容易得多 放下拿铁还得做个决定 你不动还做什么决定 你坐在这儿不动 你有什么决定可做呢 你选择都不用选择 是不是 在人世界做任何说 我要拿起还是放下 我要走还是停下来 你还需要一个选择 你还要做个决定 你不动不需要 停下来 身心不动 安住在那儿 需要点时间 不动时间久了 为什么 一开始有的人不动 不能借空性呢 是因为 他的头脑里边 就像那个陀螺 已经转得很快了 一直在这一直 你刚开始不动的时候 他停不下来 他有怪性嘛 如果有的人 人家本身就转得慢的话 人家一下不动 就肯定借性了 是不是 但是你不行 你陀螺一样的转得很快 轮回得很快 然后呢 当你不动的时候 这个陀螺慢慢慢慢 还在转 但慢慢慢慢 就倒带了 开始停下来 这个时候 慢慢一点倒 其实没那么难 你不动的时候 他一切已经开始 发生变化了 只是你没察觉到 因为我们的思维 永远是在动的 不是 不是在这别动 就在这别动 不断的就这么晃 不是指着左就是指着右 不是指着空就是指着右 不是指着真就是指着假 反正他就在这个 两个对立面里面 现在上下左右男女 就这样 不断的在想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 就像那钟摆 不听的摆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思维系统 然后我们都停不住 一个钟摆都停不住 就停在中间这个零的位置 不要动 然后等 等几天 你不能 马上停住 你就想干干什么 最少停七天吧 一个星期吧 不要动 没准能看见点啥 不是说你看见点啥 是你知道那块有个零 左边右边缺虚话 没准你就知道了 露蟹从无孽开始 不要有自我 有自我你永远解脱 有一个自我在解脱 这个概念就错了 可以 我愿意 你这是这块 我会想去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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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